我小学那个家长接送区就看到了 他说 怎么警察把妈带走了 我每次都说你不要这样做 他说妈妈没有犯罪 你不孝子 我跳不孝子就爆炸 我说我就是最孝顺的 你骂我不孝子 我说对你不离不弃 他没有意思要自己生病 不能让孩子受苦 你真的很不简单 因为让孩子受苦 童年的那个伤要花一辈子来治愈 你妈妈就有你一个嘛 多云万 所以你也没办法 没办法 他还在里面 好像即将他出来了 他又会又 对啊 就是 很发烦 他是他一种病吧 对 一种病态 真的 就是他想要看东西就想要摸 这样 对啊 而且我想大家看医生每次都跑掉 我也不想在路上捆他 背后裸脚之类 然后我想说 有没有医生可以来我家看 这个相关的单位就说 你妈没有自残行为 没有伤害他人行为 所以我们医生是 没有办法去的 我到底要该怎么办 他没有意思要自己生病 我小学那个家长接送区就看到了 怎么警察把妈带走 我每次都说你不要这样做 他说妈妈没有犯罪 你不孝子 我听到不孝子就爆炸 我说我就是最孝顺的 你妈妈不孝子 我说对你不离不弃 不能让孩子受苦 你真的很不简单 因为让孩子受苦 童年的那个伤 要花一辈子来治愈 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行之有年 这种骗术 我觉得很多网友有个文字 或是他们知道的事情 他都说什么这样子 他们已经骗很久了 但是当下那个店长是说 没有啦 我们是也是这两三个月 才加入这个群组 那也不是我们这一家这样做 他就突然那个交割心态 就是说大家都是这样 他就说你看包括那鞋对面啊 什么什么 那后来我就说 那你跟TOS一样 你转污点证人嘛 那你 转污点证人 对啊 我说那你知道这么多 举发他们 对啊 我说那你当正义的一方 你举发他们啊 他说不行啊 我就点到为止了 那别人不说 我也不能威胁他说 那一番赏 他不是一个 maybe 这个消费族群不像精品吗 可能社会人士之类 他就是 过来大楼是很多国中生 高通生 大学生 他只是想去抽公仔 试看看运气 就永远抽不到 嗨 大家好 我是武通 谢斯乃哥 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上 是阿爸上 丹米红 我是蔡康永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们是号角相机 祝福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在这里要叫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中国三地新闻网 十岁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